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美国东部实践 现在是晚上实践 我们先看看习近平到美国来 在旧金山跟拜登见面 拜登明确说的是 就是要管控分歧 最终避免冲突进入对抗 就是有效管理管控冲突 避免形成对抗 中共终身评论院今天发了一个 有效管控分歧 才能减少冲突对抗风险 他怎么来 说什么 共同努力交助中美关系的无根支柱 他怎么写的 他说 中国和美国历史文化 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 过去现在有差异和分歧 金会言还会有 如何看待两国之间存在的差异 如何负责任的管控分歧 考验中美双方智慧 说习和爱登在旧金山举行会晤 提出的共同有效管控分歧 并将其作为事关 中美关系稳定发展的 无根支柱之一 我们先看看他们怎么写的 然后我们再来 说意味着什么 中共把这个到底想表达啥 习强调 不能让分歧成为 横跟在两国之间的鸿沟 而是要想办法架起 相向而行的桥梁 双方要了解彼此的原则 底线不折腾 不挑适 不越界 多沟通 多对话 多商量 冷静处理分歧和意见 就为双方有效管控分歧 提供了重要思想 说存在差异和分歧并不开盘 关键是要有 求同存异 巨统化异的原件和格局 说中美曾经隔绝对立22年 但共同利益 让双方超越分歧 实现了跨越太平洋的握手 1972年 上海的上海 发表的上海公报 不仅结束了中美两国 长期隔绝的状态 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竞争 竞争也意味着 两个社会制度不同 大国愿意和平性共处 说前国务卿 吉兴格评价 这个公报是我所知道的外交文件中的首创 它保留了双方所持不同意见的内容 也正因如此 使得协议一致的内容更具有意义 说双方50年前 能够正确看待两国之间存在的差异 负责任的管控分歧 今年更应该有这样的智慧和担当 说存在分歧和差异并不可怕 关键是不能让分歧和差异 主导两国关系 应该看到中美历史文化 社会制度发展道路虽然不同 但这并没有阻碍两国之间发展起 7600亿美元双美贸易和累计2000多亿美元的双向投资 建立起284对友好省州和友好城市关系 最多每周300多个航班和每年500万人次的相互往来 也应该看到中美虽然历史文化 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 但人民都善良友好勤劳 务实都爱祖国爱家庭爱生活 都对彼此抱有好感和兴趣 正是善意友好的什么捐低汇流 然后宽高太平洋不再是天见 这是人民的双向奔赴 让中美关系依次从低谷重回正国 历史反复证明中美有超越差异 管控分歧的能力 好下面是这么写的 说近年来美国一些人 带着有色眼睛看中国 拿着方道镜看中美之间存在的差异和分歧 以竞争定义中美关系 这是对历史对人民对世界的不负责任 中国不拒任何遏制打压 坚定维护正当利益 捍卫原则立场 坚守红线底线 与此同时 中国始终站在 人类前途和地球未来的高度谋划 中美关系 致力以建设性方式 管控分歧 敏感问题 推动攻坚 稳定健康 可持续的中美关系 然后说相互尊重 平等相待 是什么什么 管控分歧的重要基础 我先啊 前面这一段啊 看完以后 这个 马斯克你怎么看啊 中共想表达什么意思 对 就是 是不是又习给全世界 就是全世界的未来把卖了吗 就大家都知道 世界上的绝大部分的冲突 都是这个习共和俄罗斯导致的 什么叫有效反共分歧呢 就是我杀你 你得装死人 不理会嘛 不反抗 我认同你 就是你得认同 我杀你是历史的趋势 就是你得认命嘛 这个叫有效反共分歧 就是郭丫头所说的 小鸡小鸡你别跑 不是我要杀你 是客人要吃你 就是 就这种混账逻辑嘛 而且他里边 和讲的这些 不论是 是什么 就是说的 就是站在人民的角度 或者站在 经济啊 或者站在文化交流啊 等等 这些都是 就是一个脱罪的 一个借口而已 就是他们 就会利用这些 就是 就是民间的这种交流 来掩盖自己 就是自己的这种 政府的邪恶的目的 就像什么呢 就是像当年那个 长春围城一样 是民众都是 就是党在共产党 那个就是枪炮前面的 一堆炮灰 你人就是 你如果要是国民党 你你是 就是想打这张仗 你必须要先 先越过这 这这些 不顾民众的 这个人墙 哎 你才能这个 就是打击到 这个共产党 这这种是一致 怎么说呢 极端无耻的行为吧 吴德先生 说太对了 所有的 中共 定义什么叫分歧 什么 他啊 只要中共违法犯罪的 不去管 不去打理 他把那些 中共违法犯罪 是吧 网络黑客 病毒 防病毒 这等于呢 挑起战争 甚至现在 巴林 周边南岸 中国海 包括 日本 什么 现在还对台湾 那是所有的 他就要念 这叫戴着 有色眼镜 看中国 这叫啥 这叫分歧 是不是 啊 说 这些 啊 就你刚才说 太好了 是吧 就是说白 我墙片头到你家 你看到了 就是戴眼碎眼镜 是吧 你这叫做 啊 啊 是吧 对这些所有的 啊 你看到了 那就叫分歧 是吧 是美中之间的 两种制度 不同的差异和分歧 意思是吧 我们中共 中共就是 中共的制度 就是墙片头 就是挑 就从你这里啊 是吧 把你们一个个都打成奴隶 奴才 是不是 这就是所谓的制度差异 写这东西 但是我们 你也想想啊 他写这个 哎 很明显 是现在是 想巴结美国 啊 甚至 忽悠 当然了 忽悠加巴结一起 你觉得他现在为啥 啊 这个战狼外交 突然间没了 怎么突然想起 要把解 之前不是 口风很硬吗 啥都不怕吗 什么原因 你觉得啊 嗯 就是 可能就是 路德先生 前几期节目当中分析的 美国已经是 做好了这方面的准备 而且就是什么呢 就从那个习 不论是 防美 甚至包括就是 防美期间进行的 这些病毒溯源的 这些关乎到美国啊 以及是全体这个就是啊 就是就是人类的这种啊 就重大的这种啊 怎么说呢 重大事件的真相了 就是啊 就从揭露的那一刻起 中共就觉得啊 就是自己的时日已经无多了 就是否则就是按照就是中共他认为的那个逻辑料性就是什么呢 就是我爱过来起码就是咱们为了有效的这个解决这个分歧对吧 你点给我面子 你不能让我搏了面子 毕竟我是一个大国对吧 你点跟我进行这种 不论是文化呀什么的这种 就是他里里边也说的 就是中美有两国有友好的一种交流的这个就是啊 就是经历对吧 你你不能搏了我的面子 但是习通过这个过去以后啊 这个不论是在这个会议上面还是在会议下啊 就是啊 全美都对习的这种啊 真正的就是独裁者的这个身份的认同 包括他之前习共所做的一切的罪恶 他都有这种啊 就是怎么说的实质性的 就是习已经能感受到一种实质性的对他来说的是一种威胁 那么他哎 就是美国已经就是觉得美国已经不可能再对他有这种 就是过去所说的就是谈判或者是妥协 或者是哎 再勾兑再交流或者是再容忍他做这些事情了 而且就是大家看就是无论中共发什么论料的 他都存在一个非常重大的这个缺陷 就是百分之百站在自己的一个角度 就看待任何的问题 无论做什么坏事呢 哎都是以自己的视角来看待就是任何的问题的 就包括你就是路德先刚刚说的习可能就是要 好像美国就是啊 求饶了或者是像美国就是有这种啊 就是能不能咱们软下来这种啊 去倾向但是他始终写这个文章了 写得好像就是就是啊 唇枪舌战包括就他的意向是非常浓烈的就是进攻意向是非常浓烈的 但是嗯 这就代表他真实的心境 他是不服气的 他是还是不想那个就是呃就是呃 真正的向美国妥协还是要把美国搞死 只不过现在习为了自己的就是有可能是呃 是不是这个呃 灭美的这个准备不到位啊 他有可能现在是假装向美国妥协下 但是他的这个立场始终是呃就包括话语的立场始终是呃 就是怎么说呢 就是代表他的一些行为吧 这就感觉很这个很虚假 也也也不是那么真实的呃就是怎么说呢 就想要表达自己妥协的这个意愿吧 卢特先生 是啊这个啊 这个加勒格尔说说千万不能相信中国共产党 因为中国的就是列宁式的组织啊 然后呢 拜登这里也说啊 这两个不同的制度啊 布林肯也说了是吧 这是公开的秘密 那就是专制那就是独裁专制体系 啊美国就不是一个系统 再说啊这 不是一个体制啊 不是同样的系统 不是同样的制度 所以呢这叫分歧啊 或者是 再说在这个分歧 有分歧啊可以继续啊推建 推动构建稳定健康可持续的中美关系 啊 这是啊 说白了就是啊 离不开美国 说白了就是意思啊 中共 习 他知道经济上 各个方面 他知道美国持续的这种各种脱钩制裁下去 一定会把他弄死 就是一个玩死还是早死 慢死还是快死 就两个选项 就跟当年日本一样 啊 日本不就是为什么珍珠港 就是美国的制裁 制裁的结果 他不得不 啊 孤注一掷 如果 他不孤注一掷 美国慢慢制裁 也就是慢死而已 是吧 慢慢的 一点一点 他当时他的石油 根本就最多只能撑 说半年吧 铁矿石啊 这所有的物资 美国制裁的根本 啊 很严 他们啊 当时日本也是一样 是吧 一方面拿落美国 要跟美国谈和平协议 啊 但是 美国 他也 不可能放他 不可能 就当时罗斯福 谈是归谈 但是该制裁 也是制裁 就跟现在 这个拜登一样 面上接触 实际上 制裁的所有的 啊 步骤 包括 这个 啊 严密程度 只会越来越严 根本没有送过 而 习 这所做的所有的 这些 现在啊 包括 哪发哪来 究竟是 现在又写这种 文章啊 终身写出来的 都是想 想在这个 说白了 就是软刀子这里头 让美国 放下 别再出软刀子了 因为这个制裁 绝对让他们啊 受不了 时间长了以后 美国这个 他的这个 整个的啊 在这方面 他一个一个 网上加码的时候 就光制裁脱钩 所有的加码的时候 像美国很多企业 都已经离开中国了 一旦加码的时候 我告诉你啊 这个 用不了多久 中共对中共 就是 早死晚死的事 是吧 虽然他现在 跟俄罗斯 可以解决石油问题 但是 在经济问题上 贸易问题上 还有货币问题上 所有的 都知道 美国 只要出手 必结束 马斯科德 你怎么看 所以他写这个东西 意思说 哎呀 这个 啊 放下分歧 来共同 往前走 你怎么看 有点就是 无奈之举 是不是感觉 马斯科德 对 就是路德 现在说的 就是中 中共习共呢 就是像那种 就是 就是 看那种变态 难一样 就一面 就是Po PoA 美国 就是一面 误打 那个 虐待美国 然后 一面 却哭着喊着 爱 说爱美国 离开美国 而且喊一面 就把美国赚的钱 什么的 都当了自己的 就把美国作为奴隶 进行剥削敲诈 对吧 就美国就做 如果作为一个正常思维的逻辑的国家来说 想要摆脱悲惨的这个命运 就真的要下定决心 消灭中共 彻底的消灭人 就是中共才可以 因为中共从诞生那一刻起 就是邪恶无比的 它的根就是坏的 本质就是坏的 改变不了 那而且咱们大家看 可以就是从最近的一系列事件当中可以看出 就是美国已经是真 就是真真切切的感受到了中共这个邪恶 让公众能够接受的 就是而且就是呃 就站在美国人立场什么或者是就是就是让能让美国人去深刻的感受到这个事情 这是一个呃 这也是一个呃 宣传里面必不可守的一个就是步骤吧 呃 所以说就是美国既然他能在公众的这个媒体上面就是 而且是在这么大一个就是呃 媒媒媒体上面放出这些东西让民众知晓这个事件 就就代表了就是有可能背后的力量就是嗯 想要用不断的这种就是向公众普及哎 这些中共做了什么恶事啊什么的他的本质是什么样的 呃 就是以及他呃 接下来未来他可能要做的一些什么恶事 就像民众公布这些就是为了呃 就是为了更好的日后就是呃 发起战场动员就是要彻底的消灭他 就是而做这些准备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已经就是怎么说呢 美国嗯 就是为了消消灭中共做的非常多的这个呃 怎么说呢 就是就是有效有有效的这个就是呃 步骤吧 就是这是这是非常好的路的先生 实在包括对啊 日本的这个战斧导弹的军售是吧 这都是验证了 刚才你说的这些所以他们着急啊 着急他知道啊 俄罗斯这里 是吧 这个你因为现在就有效的管控分歧 啥就是避免冲突 就拜登是也跟他来玩这个软刀子 说白了啊 先用玩软刀子 先把它啊一个个在这边制裁啊 一步步走 走到一定时候受不了的时候啊 他经济崩溃的时候 再上硬刀子 这个逻辑啊 好 咱们今天最新的路播节目就到此结束 不要了 点赞分享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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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观众观看再见